罗宾或弗兰奇打得过四将星斯奈格吗 斯奈格其实已经属于是父皇级别的人物了 虽然他是因为之前跟超游星的对战 被大妈删除了这个父皇将星的级别 但人家曾经入围过呀 人家曾经是真正的一个将星一个父皇啊 这个定位就非常高了 他某种层面来说是可以对位圣平的人物 或者是真正对位草莫团 仅次于三大主力加圣平之后的人物 那从目前来看 于是从选手来说 罗宾就是这个人物 在草莫团现在排第五 照理说他就是这个第五人 而且罗宾在鬼岛大战 也打败了一个菲勒宝 菲勒宝也是非常接近富皇级别的存在 所以罗宾如果是对位斯奈格的话 其实乍一听起来 我觉得斯奈格要比罗宾厉害 但是仔细想一下应该差不多了 罗宾的选手也超过了斯奈格 罗宾现在也觉醒了他的华和国生能力 那是非常强劲的 罗宾曾经也做到过在德岛时期 就有能力控制住了 卡文迪许那个变身形态 所以罗宾的实力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强很多 那弗兰奇的话 比照罗宾其实就要弱一点了 但弗兰奇的科技攻击能力 有可能在藏盘之中 是三大主力级别的 他的上限是非常高的 其实我一直在吐槽弗兰奇 他的激动能力不行 但是这次打左左幕的时候 弗兰奇还可以 而且弗兰奇的攻击能力 又是超强的 所以综合下来说 罗宾弗兰奇真的基本上 可以对位斯奈格了 搞不好一场恶斗 还真的拿下对方